Hello,大家好,我是Aster 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观觉 那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人体的第六个脉轮 也就是我们的眉心轮 它也叫做第三眼 那我们的眉心轮顾名示意的就是在我们两眉的中间这个部分 还有里面延伸进去在我们大脑的中央的松果体 眉心轮在法门里面呢 它就叫做The Eye Anya Chakra Anya的意思就是说意志 意志的一个指挥人量中心 那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生的指引 带着觉知的一个人生指引 我们这一个脉轮 它对应的一个元素呢 就是光 这个光的一个元素 就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的课题的时候 我们就沿着东西的觉察着这一道光 而找到内在的光明道路 光明的一个指引成为一个观觉者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是谁 所谓的我是谁 而不是在于你是在什么职位 你是什么角色 你是什么身份 而是你知道非常清晰的明了 我来地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我要为这个地球做些什么 贡献些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除了在地球一个个人的一个心灵上的成长 同时你也在服务着一个广大的人群 去写着他们 再去做养生 写着地球 写着地球的养生 再帮助这些人们 同样的灵性的一个成长 再打回来看 我们的美心灵 美心灵它是带着意识 而且它是觉知 从你的觉察到觉知 那我们一天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再会看去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在晚上的时候 如果会回你自己 早上你吃过什么 你还记得吗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带着无意识的 因为我们都用我们固有的一个信念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的行动 然后就去做了很多事情 那过程当中都是无意识的 不自觉的完成了很多事情 那再到回来的时候 当你一天要结束了 那要睡觉的时候 你再回说 看回去的话 你还想得起吗 就好像你早餐 这一盘菜 这一盘食物 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的味道如何 你记得吗 那如果你记得的话 那就很好 代表着你带着觉察 觉知 那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因为时间 因为生活的步伐 我们都是不自觉的 用我们固有的信念系统 没有意识的 就这样子 因为已经就习惯了 就是把食物玩 脊巴塞 填饱肚子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就能够去看一下 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再从这边 再看回来 你看 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 肉眼所看的东西 都是往外面看 但是唯有第三眼 你闭上来的时候 一片黑暗的时候 你是往里面光 你看到的东西 跟我路眼看到的东西 不一样 现在我看到 有什么 有桌子 有椅子 有什么 那是我路眼看到的 但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是一片黑暗的 从黑暗当中 你的觉知 就这一场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当下 所以 我们的眉心轮 是把我们 用我们的这个觉知 带到当下 就在这个当下 此时此刻 的一个意识 所以 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用路眼去看的时候 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都是实相的东西 但是 其实它不过 是一个表象 而我们 静下心来 我们用我们的眉心 往内关的时候 而看到的 却是 实实在在的当下 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 这个意志 就把我们带到 另外的一个 层次 另外的一个层面 让我们去看到 哦 原来 还有一些 的存在 就在宇宙 当中 所以我们的 这个本身 我们本身的 这个肉体 非常实实在在的 这一个肉体 其实就是 生活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 本身 就是本源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 当我们 集团到 这个 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更能够 踏实地 去 修 我们的灵性 那 还有 在我们的 这个脉轮 当它 越转 一大 的时候 而且属于一个 很平衡的 一个状况的时候 它的记忆力 我们能的一个 记忆力 我们的觉察力 我们的洞察力 我们的觉知 都是处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时时刻刻 都是活在 当下 带着这一份的意志 活在当下 所以当你在做 决策的时候 你是很清晰的 甚至乎 你的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一个方向 你都清晰 你都知道 你要往何去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能够再去跟 我们的 采取 实在的一个行动 就是在我们 之前所说过的 太阳能 这个部分 你就能够采取 很实际的行动 就去 把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能够去完成 而且当你这个脉轮 很平衡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跟人跟人 人跟地方 或者是人跟动物 跟植物 你都能够改制得到 他们的一个质才 一个频率 因为你再一个 就是在这个 灵性能的部分 它就能够显现 在我们的 这个灵性上 而且 你在修你的灵性的时候 你是从 我们的物质层面 从我们的热产生活 这个生命的 一个物质层面 慢慢的 走上灵性的道路 那如果反过来的话 我们这个脉轮 不平衡的话 阻塞 那会有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呢 它就是 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就会犹豫不决 举其不定 源自于 它对于它未来 它的一个方向 它不明确 所以 对他们来说 要做决定的时候 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 前面的路 不是他们也不知道 要往何处去 同时 他们的 觉察能力 觉知能力 包括他们的 记忆的部分 记忆力 都比较差 所以在脉轮 我们的眉心轮 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脉轮 在我们的灵性成长过程 而且它也让我们 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当中 能够让我们去 写话 怎么样说是写话呢 我们 看过 秘密这本书 它是说 我心想事成 想什么 那我们想 它就会实现 那这个想 要怎么样子来想呢 那 举一个例子 我要有一个成功的 一个事业 那 这几个字 听起来 是蛮 蛮出现的一个部分 怎么样子叫成功 那你可以把你这些 影像 你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在事业上 达到成功的话 会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的一个 场面 情景 你就把这一些 变成视觉化 变成具体化 变成图片化 用在我们的明星轮 然后再把这个部分 再把这个图像化 再用我们的太阳轮 采取行动 去做 去落实 所以 也能够让我们 去达至 我们的目标 所以 在明星轮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修我们的明星轮 就是 带着这一份的 觉知 也带着这一份的觉察 东西里 在我们的 乐场生活当中 活在 当下 所以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